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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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了 我在台灣 在日本的時候 也看過這個 這個東普洛西斯坦 還有這個突波 還有南盟 他們這些人 在哪裡努力 要自己的國家 我常常看到他們說 今天也是 都會回想到 我自己 在19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在外 我當時黑名單不如回來 所以我們在國外 為台灣獨立建國 做一些運動的那個時候 所以 我相信 我曉得他們的心情 還有他們所做的一些動機等等 我很想跟他們站在一起 但是事實上 我們台灣自己 也問題太多了 所以 有時候 就 沒有很關心 但是我想 我們今天 學習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 不要讓台灣 現在我們是獨立於 中國之外 那這個現狀 我們要怎麼樣確定它 當然就是 要把它成為真正的一個國家 那麼他們跟我們不一樣的說 他們現在是 在中國的壓制之下 被活病 他們要從哪裡出來 所以這個 那個困難度 可能比我們就很高很高 但是我們很多台灣人 沒有認識這一點 有的人甚至 還想 跑進去中國 那個體制之內 這個 是我們今天 應該 學習 他們 為什麼 在那個體制內 他們一定要 想 獨立出來 其實 這個 名字 東 土俄西斯塔 它另外有一個名字 叫新疆 從那個新疆 兩個字我們就曉得 新的領土 是中國的新的領土 它不是固有的領土 那麼 是被活病 他們以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他們是要復國 所以這個 我們要認識清楚 但是 我們也曉得 這個中國 他們有一些 邏輯 他們又創造出來 所謂的中華民主 其實沒有這個 東西是他們自己 為了自己的 實行自己的帝國主義 他們創造出來的 最近你看 那個習近平 他就講 他說 代國主義的中華民族 復興 就是 中國們 那麼 他們要推進這個中國們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 那個中國 是不會變化 不會變得更 這個民主化 不會 它可能 它的壓制 可能更厲害 所以我稍微講一下中國 它呢 有幾個 第一個它就是 共產主義的體制 第二個呢 它是壓制 其他民族的 帝國主義體制的 歷史觀 還有呢 它是信仰暴力 的限制國家 你只要有力量的話 它就不敢 碰 你沒有力量 它就說你是我的 固有領土 你是我的核心價值 什麼都會講 而且也會出手 還有呢 共產黨 它有高度的 詐欺性 就是被騙 你看那個 活平協議 它跟你講 有時候這一套 實際上它實行的是哪一套 還有呢 共產黨 本來就是 詐欺性 你看那個 國共活動 國民黨被騙了好幾次 但是 國民黨 還是那一刻 不請絕 還有呢 講到那個蘇人當時 他們也是 他們跟日本有中立條約 跟這個 哥哥義和川明哥 不會手 就被他打破了 所以他們高度的欺騙性 那麼 他們最近 海軍擴張 軍事擴張 你看 人以前很親近中國 說2040年以後的中國 可能就是世界 大家仰慕的一個國家 講過這種話的 李光耀 他現在這麼講 他說 中國可能要走 那個 以前的 那種帝國主義之路 他不肯定 他說 他說 他在華裔 可能就是走這個 那麼 亞洲的小國 大家都很怕 所以他就會講出這種話 所以這個是有很大的變化 但是不要緊 中國 中國 政府 金 軍 他們 就是 會實際 這樣發展下去的話 他會實際那個平衡 所以 會自滅 總有一天是會自滅 還有呢 一個世界的潮流 世界的潮流 世界的潮流 是最從 那個法國革命以後 有一個普世家族 就是民進化 自由文化 人權 還有呢 等等 那麼這個呢 也表現在 聯合國的兩個公約 所以 他第一條 就規定 人類 有自己的 著名的 自覺的 權利 兩個公約第一條 都這樣規定 所以這個呢 就會跟我們 一直在 努力的 這四個國家 包括台灣 這個國家呢 總有一天會實現 我們自己的 台灣們 東土兒去山們 還有呢 土伯們 還有呢 這個 南門 濃古門 一定的 所以 我們只要有信心 我們只要 這個 聘下去 總有一天 我們會實現 我們一直 這個 東土兒去山 早一點 實現這個目的 那就 現在呢 我們今天的講師 是 吉哈姆 摩哈曼 那麼他呢 住在日本 他是留學日本 然後住在日本 那麼他呢 是這個 威爾 世界威爾 代表大會的 這個 副主席 大家都曉得 這主席是 那個 熱比亞 很有名的女士 熱比亞 他還有那個 是日本 威爾 學會的 這個 主席 那麼 他現在 住在日本 所以 我有時候在日本 碰到 有時候在台灣碰到 我 看到他 就想到 我自己 比較年輕的時候 也像他一樣 跑來跑去 那麼為自己的 主國呢 實現自己的主國 恢復自己的國家 努力 我等 信貝他 那我們就 大家來聽他 給我們講 這個 東土耳其他 的事情 謝謝